目前沒有,但是我想就是呼籲這一次的公益活動就是知錯必改 那我希望就是這個黃先生也能夠知錯必改 也可以一起來參與這個公益活動 有說過這個項目就是這個企劃應該就是會停止了 我想炒作應該不會拿自己頭上來開玩笑了 也慶幸,因為我本身就希望把這個公益活動進行完之後 再來看看未來在台灣之後會是怎麼樣的發展 那剛好可能人沒死,那我還至少有力氣可以進行這個公益活動 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如果對方有意願的話,我是沒問題的 所以你已經被打成這樣會怕了 我想如果用我的命能夠讓大家看到這個社會上的暴力事件 我覺得也不錯,因為畢竟大家可能覺得我本身就活該打活該 那也無所謂,就當作贖罪嘛對不對 被打一打,可能大家對我的怨恨沒有那麼深 那既然我都被打了,那大家一起來跟我做公益嘛 想問一下現在傷口目前狀況還好嗎 大概兩天前有去這個醫院想要拆線啦 但是發現這個傷口目前還沒有癒合 但是我的身體狀況大家都不太需要擔心 還算是強壯的,還有力氣可以進行這個公益活動 像昨天對於大安分局的處理還是有一點意見對不對 目前已經沒有什麼意見了,就我現在的狀況就是希望盡全力的,全心全意的去投入這個公益活動 所以大家可以不太需要擔心前幾天發生的事情 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上次有說是絕對國會和解嗎 那有沒有私底下收到對方的道歉之類的呢 目前沒有,但是我想就是呼籲這一次的公益活動就是知錯必改 那我希望就是這個黃先生也能夠知錯必改 也可以一起來參與這個公益活動 警官有發聲明說,泡茶桌的照片是超哥在等待律師,你怎麼看? 泡茶桌 這個我沒那麼了解,因為畢竟有人不在現場 那警官今天也有發聲明說到場是沒有打架的 那針對原警長的說法,你怎麼看? 呃,我想就是,網路上其實有一些其他的路人有錄到這個畫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透過這些素材,去了解一下當時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雙方的一個立場可能不同 又或者說還沒有完整了解過事情的事發經過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誤解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呃,也希望就是未來大家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可以多多小心一點 又或者說遇到一些不太對的狀況的時候 可以多多小心一點 你剛剛的意思是說你誤解警方之前的做法嗎?還是? 呃,也不能這麼說,就是可能雙方都有一些誤解啦 大家可能比較沒有那麼了解當時事發 當下到底世界有些什麼狀況 呃,那經過這件事之後就是美食公道國 這個還可以再繼續欠其 呃,不會覺得爭議很大 不會全壁? 呃,目前其實我上次有大概在這個 忘記哪一個採訪當中其實有說過這個項目就是 這個企劃應該就是會停止了 那那個三萬塊的訂雞排 還是說是金融會的人訂的? 呃,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我想大家都有吃雞排的權利 同樣的大家也有做這個公益的權利 那昨天你開直播的時候沒有 警方沒有保護被害人 那你覺得你就是身為被害人 有沒有覺得有委屈的地方嗎? 呃,委不委屈 我想之後就是交給法律來判斷就好了 呃,那但是就是目前網路上所看到的畫面 我想大家都其實算是蠻了解完整的狀況的 所以大家自己自然會有一個判斷 那對於就是曹哥就是對你這樣子的方式 那你這樣後續會怎麼樣做? 就關係有在進行嗎?還是? 當然就是持續會進行法律的部分 但是我也很希望就是這個 黃柏超先生能夠一起來參與這一次的 就是這個公益活動好不好? 我想有很多網友說就是你們這樣的一個行為是炒作 要不要澄清一下? 呃,我想炒作應該不會拿自己頭上來開玩笑了 所以呃,也慶幸 因為我本身就希望把這個公益活動進行完之後 再來看看未來在台灣之後會是怎麼樣的發展 那剛好可能人沒死 那我還至少有力氣可以進行這個公益活動 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謝謝,你好像之前想要尋求緩刑跟失敗了 那有沒有希望說這是主動是因為 呃,已經完全沒有關係了 就是我與原本的官司案件其實已經看得非常開了 於未來就是法律上怎麼判斷 呃,就是一切尊重這個事法判決 於這個公益活動單純就是我希望說 呃,取之社會,用之社會 那你接下來在台灣有想要再做這次活動嗎 呃,我想這個活動應該會是未來我最主要會在努力的地方 那你不要找超哥來做這個活動 你願意給他攜手一起做公益這樣嗎 呃,攜手應該是不必 但是大家都有這個各自發揮的空間 我想這樣就夠了 那您說的那個全集賽的部分是有想要進行嗎 呃,如果對方有意願的話我是沒問題的 所以你已經被打成這樣會不會怕了 呃,我想如果用我的命能夠讓大家看到這個社會上的暴力事件 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畢竟大家可能覺得我本身就活該打活該 那也無所謂 就當作贖罪嘛對不對 被打一打可能大家對我的怨恨沒有那麼深 那既然我都被打了那大家一起來跟我做公益嘛 你自己的名標店是不是會推出醋相關的 呃,有有有我們有這個規劃 可以透露一點嗎 你說關於醋的嗎 嗯 什麼蘋果醋啊蜂蜜醋啊等等之類的 那名稱有沒有比較有趣 我想這個名稱的部分我應該是不用擔心 因為各位網友都本身就蠻有才的